决士型秀米契尔将顶替受伤的A 戈登参加本季灌篮大赛 图片取自NBA官方推特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今天稍早NBA官方宣布魔术队明星前锋A 戈登 Aaron Gordon 因为臀部的伤势将缺席灌篮大赛 而决士队超级型秀米契尔 Denovain Mitchell则将顶替上A 戈登的空缺参加2018全明星灌篮大赛 连续三年入围灌篮大赛的A 戈登前两次都杀鱼而归 原本想在第三年大放一彩 可惜最后还是因为左宽关节曲起扭声的放弃灌篮大赛 A 戈登今天在受访时也难掩失望 这真的很让人失望 无法在全明星赛前与球队一起比赛 然后又因为受伤不能参加灌篮大赛 戈登说 戈登认为现在虽然感觉有在恢复中 不过却也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好上场的准备 就算在灌篮大赛之前就恢复健康 但他认为还是没有理由强迫自己去参赛 毕竟帮助球队拿下胜利才是最重要的目标 我还不确定何时回归 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健康付出 回到场上为球队带来胜利 这比任何个人目标都还重要 戈登说受伤让我久久无法上场 所以也不得不让自己省下所有力气来恢复健康 在下半季能有不错的表现 为了尽可能的延长我的职业生涯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努力还有保持耐心 魔术明星前锋A 戈登今年殷商只能缺席灌篮大赛 资料照美联社 定替戈登参加灌篮大赛的米契尔 视觉是首轮第13顺位新秀 今年新秀年旧曾两度得分破40表现抢眼 也成为本系新人网的热门人选之一 之前一直很失望没能入选灌篮大赛的他 今天也终于如愿以偿 不过这也代表着他可能的放弃参加今年的技术挑战赛 而米契尔将要合伙人前锋男司Larry Nance Jr 六马后卫阿拉迪波 Victor Oladipo 以及独行侠后卫D 史密斯Dennis Smith Jr 一同角逐灌篮王头衔 一同角逐灌篮王头衔